今天在我们讲龟山一渡之前 刚好今天是我们的农历十五 一般正业的农历十五 我们叫做小过年 也就是说在这一天 那么我们也会有更多的活动 那么来代表那么过年 从今天的是最后一天 然后明天开始 就是要恢复到正常的这个生活 所以说在一般我们讲说 这个正业十五的时候 我们会有更多的 这个庆祝过年的一些节目 例如说一般传统 我们会在这一天 大人小孩会出去提灯 那么看花灯 提灯就是做一些类似生肖的 或者是有趣的这个灯 可以让小朋友点灯 然后以前的这个年代农村 都是没有灯火 那么提着灯 这样子四处走 四处玩 非常有趣的 然后那么还可以到寺庙的一些地方 就是去看花灯 就是大型的寺庙 都会有这些 我们传统艺术 这个制造的这些花灯 当然现在我们都改成电子灯 那么甚至于更大型 例如说在我们台湾每年 那么都有这个花灯 主要的城市会 去一年一个城市去争取 然后其实每个城市自己各自 也有他自己的花灯展 但是例如说更大型的这些 电子花灯 更蹊跷的就会在 例如说今年是在南投 那么我们会去 一般的这个寺庙就是看灯 那这种风俗现在传下来 然后有些寺庙 那么在传统以前会做灯谜 就是让我们这个去猜谜 这个猜谜呢 以前都大部分要 要有学问的人才能够猜出来 那现在的灯谜 大概有时候都比较简单 那么老少皆宜 然后只要你猜对了 那么就会有奖品 那么以前的话的灯是灯谜 是很难猜的 好多种猜谜的方式 他写在那个一个词记里面 他有长头的 有这个什么牵制的 哇好多方式 那么有时候你真的是看不懂 那么你就猜不懂 那么现在大概的花灯 那么比较有意思 例如说脏话 我们是不是这个 如果耳朵一听 是讲说不好听的话 是不是 那意思就是说 例如说有教养的人 或者是论医说 孔子说不可以说什么 例如说不好听的话 或者是哪些话 他就会赢 然后拆一个地名 你叫做 他叫做彰化 就是说不是直接 例如说 是说我们做人要有 要什么 要含量要大 那台湾有一个地方 叫大度 有没有 大度 或者是拆这个 例如说十叶怀胎 那个也叫大度 但十叶怀胎 人家比较会 会知道 所以像这些 那么一些地名 或者衣衣 他就会坐在灯泥里面 那你就要去拆 那么拆中的 那会打鼓 然后会发奖品给你 也蛮有趣的 那么如果说 没有经验过 这样子的 很可惜 那么现在不要就是 外国人没有体验过 连我们中国人自己 很多都没有体验过 所以说我们一些 很美好的传统 这个保我们现在 渐渐的湿气 那么现在只有 叫做热闹友谊 如果没有提过灯 然后也没有去看过花灯的 那你这一辈子损失太多了 那么尤其是从 远地来的 那么如果你们可以 在台湾都停留一些时间 你们应该去看看 台湾这样子的 一种非常美好的 文化 以及文明的传承 只可惜我们这里 没有花灯 不然晚上应该带大家 提着花灯 去绕我们这个地方 甚至于绕到 我们上面的这个补到 那一定是 那么虽然说有路灯 可是你那个手上提的 那个灯 你会觉得非常有这个味道的 然后一面提灯 一面掺 然后到底是灯 点亮了我 还是我点亮了灯 那么我希望 明年的这个中元的食物 提灯 我们常住可以准备灯 然后到了吃完饭 天黑的时候 我们提着灯 那么沿着我们这山路走 那应该是 这一辈子你最难忘的 然后你也可以跟人家讲说 我来到台湾提灯 你知道那多么有趣啊 然后你会讲得滔滔不绝 然后甚至于 纵然你是国内的人 你回去也可以跟你的家人讲 甚至于小孩讲 哇 活了这么大 年纪这么大 再去提灯 你知道有多么有趣 那个是一片的童心 又再回来了 那么美好的时光 又再怎么样 从脑海里面重现 哇 那你照样可以讲的什么呀 口角 那么深谱 那么一定会非常有趣 那么今年我们很高兴 那个陈正堂菩萨把这个一些台湾的这个年节的一些 那么礼仪还有传统的习惯 把它写下来并且给了一些英文的说明 那我希望明年我们能够准备花灯 那这个工作我想我就又交给陈正堂 叫他明年准备一些花灯 然后要顺便带我们这里所有的山路 那么变成明年不怕下雨 下雨我们一面提着灯一面打着山 那么来照样怎么样 来做提灯会 我师父的传堂有一个叫传灯会 那么我们呢 现在法国山有所谓的什么 前几天还有什么 叫传灯是不是 那我们这里 我没有这个能力去传灯 灯只能靠你们自己去点去提 所以说你们要怎么样 点起你们自己内在智慧的灯 要提起 要能够产生你们智慧的妙用 所以说灯是自己提的 自己怎么样去点亮它 所以明年我希望我们有一个什么 叫做提灯会 听懂吗 我们不是传灯也不是点灯 灯你自己去知道 时时刻刻应该要长明 听懂吗 那么要在时时的状况里面 那么发挥出灯的作用 也就是生命里面 我们常常会遇到盲点 遇到黑暗 但是心中只要有智慧 那么点起这把永不灭的这个灯 那你永远怎么样 可以远离一切黑暗 远离一切恐怖 你自然可以带给人家光明 带给人家温暖 我们的寺庙往往也有 包括我们这里也有点所谓的光明灯 那么期望说诸佛菩萨可以给我们 这个保护护念 但是真正的智慧 你自己要了解 那么是靠别人给你点的 而且这个灯 是永远长明的 不灭的 也就是说生命 只要你活着的一天 你就应该点起你生命的这个光明 让自己的生命 能够在正确的佛法的光明的指导之下 那么不至于陷入到自己生命的绝境 当然如果说你能够参加我们这里的点灯 那么是更好 为什么 因为常驻需要这笔经费来运转 然后我们仍然要相信 那么虽然自己常常要努力使得智慧的灯 能够显现出来 但乃何我们自己的业障息息太重 所以说常常会把这个灯吹熄的 所以说这时候 我们需要佛菩萨 给我们的一种护念 那这种护念是一种无形的一种助力 也就是时时刻刻 让我们说在我们自己跌倒的时候 我们不要丧失勇气 要这个毅力跟艳心自己又站起来 然后在每次跌倒的时候 不是只是哭哭啼啼以后就没事 要从跌倒的地方自己站起来以后 还要总归说为什么我跌倒 然后如何以后不会在同样的境界里面又再跌倒 这样子我们不是祈求佛陀 让我们没有一切的这个灾难 而是让我们有这样的勇气去面对去承担自己所有的一切 所以说我们仍然要相信佛菩萨对我们的真正的助力 所以说只要你自己那么觉得需要 我们欢迎大家那么在我们这里点灯 所以说面对的生命的这些挫折 那么并不是用逃避 反而要面对它 就好像当我们这个火种熄灭的时候 那么要敲打那个火石 然后还要用那个专门的攻击一种刀 然后去敲打 敲打才能够产生出火花 火花才能够再度燃起熊熊的大火 所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境界的考验 就好像没有那个火石 没有那个火刀 没有那个火煤 你就不能够再燃起 真正心中的这把 智慧之火或者慈悲之火 然后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点每一个人提一个灯 然后沿着我们这山路 那么一直往上一直往上走 那么从下方的人看着 就好像一条这个什么 一条火龙 那么在山间这样子走 会是一个很美的奇观 然后你们在黑暗里面 那么感受到这黑暗 无边的黑暗 本来是一片恐怖的事情 可是当你提了这个灯的时候 只要这个灯不灭 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境界 反而带你到一种什么样 有一种那么一种什么 我们讲说更愿意去面对它 然后去尝试它 然后根本也不会产生起害怕 反而有一种冒险 或者有一种什么 有一种好像很好玩的 这样的一个感受 然后如果我们上到比较空旷的地方 我们可以围成一个圈 然后大家一起来唱歌 然后呢 你们也可以表现你们自己的才艺 不管是舞姿还是歌声 乃至于其他的特别的技术 然后体会到修行还真有趣 有这样子的一个什么 不同的这样子的 一种好像游戏 但是游戏的当下 就是修行 那么生活 那么在菩萨的眼里 就叫做游戏 想想看 虽然现在是妄想 但是想想 如果明年的今天 我们还能够 再度集合在这里修行 然后到了夜晚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萤火虫 点起他们自己闪闪 一闪一亮 或者是做天上的行星 这样子提着灯 然后集合在一起 然后一起唱唱跳跳 那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 佛法说人生柔细 细如人生 那么其实 不是说你认为说 它只是一场空 而是认知说 延期的当下一切的因缘 都是那么奇妙 那么不可思议 那么美好 但是又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去执着 所以说 如果你们的禅修 可以到达这样的境界 那我就可以恭喜你们了 对大多数来讲 你们现在都只是 死死的缠在这里 好像用丝把自己绑得紧紧 然后让自己喘不过气来 说我要死了 好吧 就让它死了 不死的话 不能活过来 然后让自己不能呼吸 不能够思想 那以为这样子就叫做 掺掺 那叫做掺死 不叫掺掺 好 所以说在这里 我绝成的欢迎 也是邀请大家 那么在每年 那么从过年的除夕 一直到我们 小过年的十五 欢迎你来到我们义佛寺 那不是义佛寺 祖师参林 因为在义佛寺太久了 在祖师参林 跟我们一起来过这个佳节 我相信会很有趣 尤其是我们这里的夜色风景 到了晚上的时候 你看 一片万家灯火 然后每个万家灯火的当下 是每一户的人家 喜喜乐乐 多少的人生的一种 我们讲说情境 就在这万家灯火之中 那么发生 人人 那么都只是在过日子 然后没办法做自己日子的 生命的真实主宰 只是随着这个时间 随着一切在漂流 那么反观我们自己 我们提起的这个手上的灯 那么点燃了我们心中的那个 智慧灯 我们 那么在激流 在种种的 我们讲说人生的境界里面 我们却能够怎么样 并不是逃离这个激流 而是集这个激流之中 我们怎么样 能够任运自在 那是何等的 我们讲说 生命真实的美好 你这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 就好像夏威夷的那个冲浪好手 当这个风浪打到八级十级以上 那么连船都不敢行 可是他们呢 拿起了自己的冲浪榜 就往那个什么 风浪最大的地方 那么中入 然后呢 真正做到百浪淘淘我不怕 然后那种的 我们讲在浪中的那种的 豪情 在浪中的那种的自在 那么就是 好比是我们 那么一个生命的真实的好手 也就是我们每个人要做自己生命的好手 只要我们有真实的智慧 那么一切的苦恶 一切的灾难 纵然恒立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很轻易的度过 就像这些冲浪的好手 越是风浪越大 他们越不会灭顶 越能够什么 把他们的记忆展现到最高的境界 而我们呢 不要说是几级的风浪 我们只要无极的风浪 没有急速的风浪 我们只要站上去 我们都觉得混血 然后十五以后 我们台湾还有很多 那么非常有趣的 例如说在台南的 盐水是不是 还是咸水 盐水吧 有这个什么 风炮 这个风炮意思就是 那个什么 冲天炮 然后呢 几十万 一起这样什么 在同一个时间里面 那么前后 不绝的在几分钟内 然后几十万发的这个风炮 那么射出来 而且是向各个方向射出来 那你参加风炮 这种在那个咸水阵的 咸水 盐水 盐水的地方 你就要全身装备 否则马上会炸的什么体无安肤 那这是只有年轻有胆士的 那么敢去 否则我们普通人 被一个炸弹 砰一下就吓得 呱呱大叫 那么几十万发的这个什么 我们讲风炮 在你的这个什么 周遭里面 而且大部分都会直接打到你的身上 炸的你的皮肉呢 还是会痛 甚至于有的还会受伤 那那种的刺激 也不是别的地方可以找到的 那同时在这个台东 还有一种叫做炸寒丹 也就是说 类似像郑宣 只穿着短裤 那被人家 这个抬在一个这个什么 杠子上面站着 然后呢 所有的人拿鞭炮怎么样 往他的身上炸 那么也就是他变成主角 然后所有的什么万炮 当然跟风炮一样 不不一样 风炮是什么 是直接像冲天炮射出来 炸寒丹的那个炮呢 比较有类似像 我们点的那种要甩的炮 就是往那个寒丹野身上去甩 然后呢 把寒丹这个炸的夜产的时候 代表你的霉运怎么样 可以炸光 就好像耶稣 钉在十指架的时候 帮助我们罪人什么 洗尽我们的罪业 听懂吗 所以他流血流的夜多的时候 我们的罪洗的越清楚 越干净 那么如果说像这个寒丹野被炸得怎么样 越惨 那么代表所有参加炸的人的什么 所有的霉运就可以炸光 所以这个寒丹野很凄惨 因此不是从前到后都是他同一个人 因为受不了 那么在中间其实会常常会换人 然后这些有时候都是至高奉勇气的 听懂吗 因为那个这些万炮奇炸在身上 真的是血肉 跟着一爆就爆伤了 听懂吗 那么血肉淋漓 不是只有一个胆量 而那个参加 那个寒丹被炸的人 往往是认为他自己罪过业大 听懂吗 只有借这样子来代表寒丹 然后被人家炸的这样子 什么稀里哗啦的 炸的怎么样 甚至于血肉都很惨 那么才能够把他自己的罪 能够洗尽 所以说往往在上面的人呢 都是什么 自愿者 然后都是无常的 然后都是认为自己 那么过失最重 唯有借这样的方式 才可以把自己的罪业消除 所以这一类是什么 在修行的时候的宗教的一种苦行 有没有 尤其是印度的那些苦行生 更是以体血肉的这样子的 治苦的这样子的修行 当做除罪最好的方法 就是一种炮 这可以直接一点就 就这样子 也是会爆炸 会啊当然会爆炸 不然怎么叫炮 所以他像风一样的 那么来叮咬人家 所以说叫做风炮 一下子十几万发就同时出来 所以说可见你没有去经历 留在这里 看谁有胆带 给我们陈校长去经历一下 不然远远看 也能够尝试到 这两个活动呢 都是人山人海 那么非常疯狂 那我也只是从电视上看到 我也真想说有机会去参加 是我们一起去吧 好 有胆的我们一起去 一辈子如果没有这样真实去体验 有点措身在台湾 他真的可能是超越我 能够文字去形容的 那么所以说在台湾 那么这个 过完十五以后的这样子的一个 非常疯狂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 那么是夜行怎么样 越来越壮观越来越大 那么甚至于很多国际的这些友人也都是不言千里去参加 比我们讲说什么外国的什么那个什么 叫什么华 嘉年华 什么意大利的还是哪里的 巴西的还是什么那些 那个只是看看肉体而已 或者是带他假面具或者摇一摇而已 都没有什么真正的刺激 那只有我们台湾的盐水的风泡 让你真的是喘不过气来 然后如果你有本事 你去做邯郸爷爷 那我更是佩服你 然后我们的郑仙说 只是嘴巴形容不过瘾 然后他把影片放出来 让你们来看一看 当然看影片也觉得有一点过瘾 但是呢最过瘾是真的你曾经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 如果参加过一次你辈子 那么都不会忘记的 那么感谢我们的信仪菩萨给我们另外一个 在台北附近很有名的这个十五的一个活动 就是在这个高山上面 就是平溪是我们台北的这个 比较属于高山 但是比较空旷 那么我们会点起 那么起宴的那个灯很大 可以让它升到天上里面去 然后在上面写着自己的 这一年的起伏起宴 全家可以去做 那这个活动当然呢 就是比较什么呀 比较温和的 比较大家那么共同的心愿 但是我刚才讲的那种是属于传统我们中国带有宗教的一些意味的一种 就是说如何借着这个炮火 就是赶出什么 我们中国以前很多像台湾很多瘟疫的很多病 很多不好的我们都没办法医 然后也怎么样 也不知道如何去处理 只好认定说这些都是衰运啊 霉运啊 或者是那么鬼物作祟啊 因此鬼物最怕什么 最怕火 最怕炮 听懂吗 那么炮会把这些鬼物 虽然我们看不到的 会炸的怎么样 粉身碎骨 然后会把不好的 那么借着这个火炮 把它炸掉 这就是我们中国 那么带有一种 我们讲说传统的 这个宗教的 但是它背后 当然免不了有一些是属于迷信 但是也是说那个年代 那么大家的一种心愿 希望说少灾少难 尤其是一些病痛 或者一些天然的这些灾害 例如说现在我们的瘟疫有没有 还有什么 前次不是也是 什么禽流感啊有没有 像这些 那么一死就会死了很多人 那么或者动物就是 手上很大 那么又不知道如何去防治 因此就是 在我们讲过年的期间 那么除了说到寺庙林去拜拜以外 然后也会用什么 那么火炮的这一类 来把它们炸走 炸除掉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中国 那么或者台湾的一个本土的一个什么 比较类似于民俗跟宗教的一个活动 那么平息的点天灯 那么是可以前家一起去祝福喜愿 那么相传也是从三国时代的孔明 那么流传下来的 我们知道孔明在我们中国是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物 在中国后世认为他简直就是什么 不仅是军师 而且是有什么 那么一些神术的 例如说点天灯 那么为什么点天灯 例如说孔明知道自己的寿快要灭绝了 那么他就用这个什么点灯 就是在这个各个方位 那么点上灯 那么来延长他自己的寿命 那么只要这个七七十九天把这个灯点过 然后不熄灭 他的寿命就可以延长 哪知道眼看着已经快要点到什么 四十九天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被什么 被一个帽斯鬼 一撞进来就把他都等怎么样 弄袭了 结果孔明为了要把自己延寿 那么都没办法打成 所以最后怎么样 在六出七三的第六次 那么这个为了要讨伐 这个魏仍然没有成功 那么而且死在什么 当时战争之中 但是他知道自己要死 那么所以说甚至于在退的时候 他也都撤兵把这撤得很好 那么所以说像我们讲说孔明借东风 然后这个官这个星象 各种种种的一切 那么其实除了说为他自己延寿以外 早期我们讲说 要刺探对方的这个军情 除了派这个奸细去发掘以外 但是有时候是不是很危险 会被抓到 那么他就发明一种像类似像风筝 或者天灯的这种方式很大 然后可以把人伸上去 那么如果你驻扎在哪里 是不是一望就可以望得很清楚 那以前的剑又没办法射这么远 所以说他只要很高的地方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这个敌军的屯兵在哪里 有多少这个什么兵嘛 有多少什么东西 他的布置是怎么样 乃至于粮草在哪里 是不是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然后伸上去的时候 类似像这样子 那么我们讲说传了下来 那么因此这个在我们台湾 如果是在我们今天晚上 你可能会联系三天 可能十四就开始有了 那么在平溪的这个地方 因为他地势比较高 然后又比较没有风 那么点上去 就是万灯千 在这个夜空之中 好几千好几百 这灯升在上面 哇真的是非常的一个壮观 而且非常美丽 但是不是每个地方可以这样点 因为毕竟风向 那么会吹很快就怎么样 会吹到有人的地方 或者吹到危险的地方 例如说我们这里 如果到了晚上 我们自己可以呼个天灯 但是为什么不 因为这里草木太多 听懂吗 如果风一个不小心吹到草木地方 那就会引燃什么 森林的一个火灾 所以说那么点天灯 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而且也不难做 而且大家在一起做 一起来写 然后把它放上去 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但是这里应该是不是适合 我们如果说明年有机会 我们提灯 然后再到比较山上平等的地方 尤其是有一个什么 无视钟尺的前面 那个地方樱花长得很漂亮 然后场地也蛮堪的 那我们如果去现场做 做一两 然后放上去 也是非常有趣的 我们希望明年 可以提灯 也可以去放天灯 那么放天灯的技术 我们希望长顺法师 可以去协会他 然后知道怎么去扶这个天灯 然后看看 那么五十公尺前面 适不适合 还是另外的地方 起码我们每个人 自己提花灯上去 然后自己一面 那么可以操作 天灯如何做 然后最后怎么放上去 然后看着灯 那么在气流着燃烧当下 然后这个灯冉冉上升 那么是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么你们如果说 是从国外来的 学习好了这个 回到你的家乡 你可以在这个 星空夜晚的当下 那么也带前家人怎么样 写上你们的祝福 然后做好这个天灯 然后放上去 然后让这个天灯 能够让这个上帝 能够看到 能够接受到 我相信对你这一年 或者这一生 也能够得到上帝的什么 的这个关怀 能够更紧一点 所以说 其实禅修是蛮有趣的 不见得是 一定要每天 都是在这个禅堂里面 做着死去活来 所以明年 我们的花灯 我们可以自己 在禅修的期间 大家自己来做 每一个人可以 设计自己的花灯 然后做出自己 最心爱的成品 然后到15的时候 我们提着上去 那么天灯 就比较需要技巧 因为如果你的 设计不好的话 它是飞不上去的 所以说 这可以放进我们 明年度的这个禅修 我相信你们可以应该 会很希望明年的禅修 赶紧来 为什么 因为可以有不同的体验 让我们说 生命是多采多知的 禅修其实 就是我们真正的生命 也就是真正我们的生活 所以不要把禅修 当作是一个 是个只是 屁股黏在普团上 这样子的 然后常常感受到腿痛 那这样的一个体验 它是应该是 在生活里面 我们面对的生活的多样 那么怎么去用智慧 去观照去处理 然后把它变成 生活生命是最美好的 这才是真正的修行 那么下面的一些 是有关于我们新年的一些风俗 还有它的背后的意义 那么很感谢我们 陈正堂菩萨 那么为我整理收集的这些 那么英文 那么你们可以看 中文你们也可以看 那么我们给大家 那么五分钟 自己来了解我们 这个中国 这个过年的很多的意义 或者是那么陈校长 那你把英文念一遍 然后那么 也请你把中文也再念一遍 然后让我现在有个休息的时间 很谢陈正堂菩萨 为我们提供了 那么这么多过年的一些 重要的一些文化 一些传统的一个信息 跟他的精神的所在 其实一个古老的文明的传承 是现代人往往都会迷失的 但是如果不能保持这样的精神 文化 让它继续流传下去 然后不知道它的意义 的这个归向 然后也不能够传承这样的 很美好的 那我们自己越来 越形成跟 对自己古老文化的这种的断层 然后跟我们祖先的精神的什么 脱落 那我们真的 纵然是身为中国人 那你也不知道说 你生命的传承是什么 你自己迷失在 原来的文化 原来的种种一切的时候 你会发觉 你是有根 但是你变成什么 没有根的一个流浪 那么不管你是中国人 还是西方众 西方众身为我们中国人的朋友 那当然能够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 你可以学会去欣赏 学会去了解 我相信对你感受 也会特别的真切 然后当然也希望 你们自己 也能够重视你们自己的文化 重视你们自己的传统 当然我希望下一次 来的时候 你们也可以把你们的一些文化的特色 乃至于种种的东西带来 让我们不管是影片或者食物 带给我们 让我们来感受到 你们文化里面的这些特色跟精神 例如说上次在相刚的时候 克罗埃西亚的朋友 送我的一个 他们自己家乡的一块石头 我从相刚也带了回来 那现在在我的小餐室里面 那么是一个 我们讲说非常有意义 然后是代表他们当地的特色 然后那个石头虽然不会讲话 但是它其实时时刻刻都对着我讲话 尤其是石头上面有石花 那代表是经过岁月的一些锻炼跟洗礼 然后它是自然的中间是空 也就是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所以说从这个石头里面 那么我感受到 他们对我的真实的心意 然后从这个石头里面 我也感受到 那么虽然是无情的石头 可是它其实是有情的 在对我时时刻刻在说法 所以说 这头石头代表了佛陀的无言教法 所以说也代表了 克罗埃西亚的朋友们 对我深深的祝福 所以说我很感激他们 所以我也是从老眼把他带了回来 虽然只是个石头 可是对我来讲 他的情意深长 还有他里面内在的 真正的所要呈现出来的内涵 是超过一切语言可以形容的 那你不管是从任何角度 都可以欣赏到他的所谓的呈现出来的 那真实的美感 然后真实的各个不同面向的表达 都是最安宁的 然后最真实的 最完美的 甚至于这个圆洞 也不是人工去把它挖出来的 这是天然的 所以说 这个石头呈现出来 我们讲说是 老天最佳的杰作 是超越我们人 能够用我们自己的手 去能够真正呈现出来的 比如说上面的石花 然后这样子的经过岁月的 穿过的这样的 天然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圆形 然后各个灵脚 呈现出不同的面向 都是代表我们生命 就是有这样子的多方面的呈现 然后在呈现的当下 那么每一个面向 都是最圆满的最真实的 你们可以把它 拿下去一个人一个人 手中停留一些时间 然后你去感受到它 那个实质的那个触感 那么是那么的细嫩 那么的好 然后从眼睛的视觉上 你从各个角度来感受它 不要给它任何的形容 你只是用你的心去感受它 其实这个就是禅 而且它不是只是 所谓的一种练习 它当下就是禅 就是我们的生命 所以说我希望 下一次你们来的时候 都可以把你们自己的作品 把你们家乡的一些美 那么不管是用画像 或者是用语言 那么能够来跟我们共同来分享 让我们感受到 你们家乡的可爱 然后家乡的美好 虽然说我们不能够 跟你同样的生活在你的家乡 可是我们会把我们最美好的祝福 给你的家乡 以及你 例如说 我们的大型法师从意大利来 我只知道意大利的男人很多情 然后在电影里面 那么看到的意大利 那么就只是这样 所以说就会有一个错觉 你看我们的这个大型法师 他不是多情 也不是善情 也不是结情 而是真正的友情 所以他的呈现 当然就是我们一个最好的认知 但是还有更多的 我们还是希望说 他能够跟我们 那么其他的时间 也可以跟我们共同来分享 所以说不是意大利的每个男人 都是这么善情 因为大型法师 就是从意大利来的男人 但是我相信 意大利很多更多的美好 那么希望说他能够 例如说在下一次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一些类似这样的课程 那么互相可以交换 我们自己对家乡的美 然后对家乡的爱 然后让我们现在 那么在一起的 异国的朋友 也能够感受到 那么家乡真实的这个美 包括我们讲说风景的美 包括文化的美 包括人情的美 种种的一切 我希望都能够 在我们下一次的一些活动里面 我们应该要把它设计出来 这才是我们讲说 真正我们主师禅 未来要真正在禅训的内容方面 那么要去设计 也就是设计 说我们的修行的内容 要跟生活打成一片 要跟我们生命里面 感受到的真实的美 不管是个人的生命 或者是家乡的 或者是传统的 或者是乃至于 说你自己家乡的 文明的种种一切 你都可以把它那个真实的美好 那么透过你自己的认知 然后让我们也能够感受到 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就是说可能 我们这里的禅法的指导 那么是绝对不像 其他的地方 而且我们的禅法 是真的是活生生的 是可以用自己的生命 去操作 去落实 然后去真正的变成 你生活上 可以时时刻刻去 展现出来的 然后每一个的生命 自己都是自己的主宰 每一个人都要用自己的 人生的历练 来说明自己 对于生命的体验 那么所以说 每个人 你们都是我们生命的主角 所以说每个人 也都应该是在我们这禅堂里面的 所谓的主法和尚 所以既然你们都是 你们生命的最佳前世者 也就是说 最佳的男主角或女主角 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要自己去叙述 都要自己去经营 都要去自己真实的过 所以说我希望 既然我们每个人 都已经经历过自己一段的生命 那你如何把过去一段生命的 一种体验 经由你的这个叙述 让我们大家也能共享到 每一个人作为自己生命主宰的各个的面向 当然这不是做硬性的要求 我们只是希望说 我们可以设计一些这样的课程 让每一个人真正来 那么展现 那么出他对于生命的不同的体验 这才是真实的 我们讲说是禅禅 因为禅就是真正的智慧 能够面对我们每个人不同的生命 不同的生活 那有一个正确生命的认知 还有真正的去如何操作 或者经营你自己的生命 所以说以后我们的禅修 你们不只是参与者 而且你们是什么 真正的执行者 所以说每个人在这里 既是禅意禅修 又是什么 那么操作这个禅修的进行 这是我们希望 说我们的禅修 那么能够真正做到说 大家是体验到说 生命是共同的 然后修行 然后也是共同的 所有一切 因为我们的生命 是真实的共同 所以说无我 才是生命真实的共同 那你能够体验这样子 我们每个人就会把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样的一个修行 当作我们自己生命最重要的 那么你就自己会真正的 很真实的 然后很真实的 然后很重视它 然后我相信 如果每一个人在你的生命都很重视它 那么很珍惜它 我相信我们这样的修行一定可以给我们这个世界 给每一个众生带来生命真正的好处 所以说不要以为今天早上 我又离了主题再讲 所有的主题都是真实的认清我们自己的生命如何去操作 也就是借着禅的训练 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怎么样 真实 让我们的生命自己能够更真确的如何去真正的处理它 如果只是知识的积累 或者对一路的这样了解 而不能变成生命真实的操作 那这些知识都变成我们自己的障碍 还有今天下午我们两点会请到那么阳明医学院的主任 陈维雄教授来这里给我们做专题的演讲 最主要是说他身为一个医生 那么有医生真正的道德跟情操 那么去面对着 例如说我们讲汶川大际证的时候 他组织了一队的人去那边做抢救的工作 可是在作为医生抢救这样的工作 救人是他的天职 那么也是他自己生命应该去呈现的这种的责任 那么当然他责无旁贷 可是他就说在这个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 这一段期间他们第一时间赶到那里 交通什么种种的一切都是断节 然后甚至医药也都不能够及时跟上 那在这种种种的困难的情形之下 那么他们呢 大家一起念这个大悲咒 结果很多的奇迹就竟然发生了 甚至于那么对那些 因为汶川的人大部分都是藏传 藏族的人 那么他们也信仰这个佛教 那么他们念这个六字大红明咒 那么同样的在很多的奇迹的事情发生 那么并不是要让大家去了解说的这些奇迹 意思让我们大家知道说 参禅的诸位 你们仍然要从生命里面感受到 佛菩萨真正的慈悲 在任何的时刻里面 你们都可以感受到 我们讲说佛法真实的存在 不要因为一参禅 那么说什么是空 那么就把一切都否定掉了 那就错误了 那么所以说晚上的我的这个开示 那么就停止 因为中午既然听了 那么两个小时的开示 我们晚上就不适合又再听开示 那么就是直接打坐 还有就是说 最后一天本来我们是下午才做检讨会 但是因为从克洛埃西亚来的好几位 那么西方众 他们就是16号的中午吃完饭 他们就要赶去 那么法谷山 那么跟我们常堂的堂主果园法师 有一个约会吧 然后呢 他们也要这个去 邻里加斯的自然执障的地方 那么因为大多数他们都没有去过法谷山 所以说吃完饭他们就要去 因此我们的这个什么检讨会 我们就改在上午 那么下午的时间 两点我们继续再打坐 打坐到三点半 然后再整理我们所有的一切 这个器物 然后呢 在这个什么 离主以后 我们在四点左右 那么才结束我们这样的禅期 然后我当然结成的欢迎大家 那么禅时结束的以后 还是继续停留在我们这里 当然我们的课程就不会这么严格 会比较轻松 但是欢迎你们 停留在这里 不管多长的时间 那你们都是我们最佳的客人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